該一次的間隔環保路館在前加一間 在明前出飯店鄉英政府理事飲食路由進出 對各方面來勞駛環保理念 業者今年都提到環境部間隔環保路館認證 同時出席各地GTS綠色行李標準理期認證 該一次指定昂明會已經公開標榮業者 並且鼓勵觀光路由店家繼續為環境來努力 不斷地改變 而且願意不斷地與時俱進 我覺得真的是令人非常佩服 尤其在全國只有32家 經濟的這樣的認證當中 嘉義市能夠有兩家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業者繼續透過實際作法來提升路由進的環保意識 包括推行無綻化作業 採用新水買湯 並且精設太陽人工電半燈燈 將UK在路由貴定當中 收三星的二氧化碳和水族完隆火感到最多 目前全國只有32斤飯店 得到緊急環保越感人證 該日期就接兩斤 接下來觀光署的一些規定 像是一次性的備品不再提供 我們在我們的屋頂上也建置了太陽能能板的部分 可以將我們館內的綠能發電這件事情 從無到有去做發展 方方面面都希望我們可以呈現在旅書業上面的服務 是朝向永續的這個目標來做發展的 歷勢環保路由這幾年來漸漸變成 路由貴幾位路由的考慮項目之一 每年開始全國的飯店路館飲食 將會開始禁忌修養一齣新的用品 以後去賓仔去購就要自己走 很多飲食更大享用 降格路由貴定當中的主委農會 觀光路由飲食準備好了 也希望有更多路由貴來享用 歷勢環保路由 記者就出現《彩虹報道》